非常时期治好了很多人的消费病 之前我发过几个关于理财关键的视频 很多朋友喷我 我发现对钱和消费这些事呢 大家的看法分歧还是很大的 这让我意识到拥有一个正确的消费观 才是我们通往自己财富自由之路的第一步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我认为的正确的健康的消费观 相信很多人都有自己热衷的品牌 我也有 这个没啥大毛病 但如果说一个品牌它一发布新款 你就想想方设法的去拥有它 也不管这个新款自己喜不喜欢 适不适合自己 或者说是到底有没有必要 就好比我有一个姐姐 每次iPhone出新款它都要入手 哪怕上一款它只用了几个月 然后旧款就变成收藏品失去了价值 这个其实是商业品牌在长期的引导消费者 他们有无数的营销专家 用无数的方法来培养你的消费习惯 所以我们还是要量力而行 搞清楚什么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 我个人觉得 无论是奢侈品还是衣服还是首饰 这一类的消费加起来 应该是不超过你工资收入的10%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工资是每个月一万块钱 那么在这方面的消费 我的答案是 有1000块钱就足够了 那如果说你每个月赚5000块钱的话 你还要总去消费三五万的包呢 那我只能说这样的消费官 会让你永远的求不下去 因为还有很多事情值得去投资 很多目标值得去实现的 比如说换一个大点房子 换一个更好的小区 或者是搬去喜欢的城市 甚至是搬去向往的国家生活 再或者是让父母享受更多的快乐 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等等 这些目标虽然在短期看不到什么效果 但是需要我们每天为之努力 我在很多年前呢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感触颇深 从那以后呢 做一些决定 我都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尤其是在消费的时候 问一问自己 同样的非常实用 就像以前呢 别人买了一个包 那我自己也想买一个 但是因为正品太贵 甚至买一个高仿的 宁可牺牲生活品质呢 省吃俭用的 拮据攒一些钱 就为了买一个奢侈品 赚够面子 让别人高看自己一点 那如果你也有这种心态 那一定要告诉自己改正过来 否则你永远不会快乐 因为你追求的并不是幸福本身 而是比别人幸福 总是在意自己在别人眼里活着的样子 这样会特别的累 那如果说花钱只是为了取悦别人 用别人的羡慕的眼光 来填饱自己的虚众心 那这钱花的真正是为了 让自己快乐开心吗 那别人的眼光和评论 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如果是真的的话 我觉得这个挺可悲的 因为自己的生活 在被别人的评论而左右 并没有真正的为自己而活 之前发过一期视频 还聊过这个提前消费的一个话题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 那期视频呢 有很多网友在评论里怼我 说这个暗期还人不就好了吗 也不会有利息 是你自己买不起吧 还要教别人不要消费 不要买买买 其实大部分人喷我呢 我都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具有富人思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是说你条件好 有钱就具备了富人思维 而在世界上只有不到两成的富人 剩下的八成多呢 都是具有穷人思维的人 而在富人的思维方式里呢 是不会有提前消费 或者是不理性的消费的 也就是我在后期会讲到的坏之处 那下一期我们就来聊一聊 富人对钱这件事到底是怎么想的 很多道理说是简单 但也都是从我多年的惨痛经历里总结出来的 不经历很难去理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呢 我也是明白了有些碗 耽误了很多年的时间 希望能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们呢 能少走一些帮路吧 也欢迎大家留言来交流 或者是继续喷我 别忘了关注我 下期见